主料,山药200克,鲜青豆50克,鸭血200克,黑木耳50克,南瓜150克,辅量,姜,盐,香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山药去皮切成零星块,南瓜切片,鸭血切剑,黑木耳撕成小朵,锅内做水,将山药,青豆,南瓜,黑木耳,绿超, 捞出带用,锅内做水放少许盐,放入鸭血超通,另做锅倒入鸡汤,放入鸭血,山药,鲜青豆,鸭血,黑木耳,南瓜小火煮开,放少许盐调味,最后连少许香油即可,烹饪技巧,五种蔬菜五种颜色,虽然不是中药,但蔬菜它喝到体内,会产生30多种以上的生物化学作用, 而产生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,能把体内所有酸毒排除,使老化细胞年轻,酸化细胞正常,更能使病变细胞恢复健康,再生新的细胞,使得免疫力大增 我们每天吃的食物的颜色越多,接受大自然的营养成分就越是丰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